在你们要从这里离开的时候,我回来了 我很兴奋,所以我们要从这里搬出去 当你想要搬迁的时候,是一个新的东西 有多少人喜欢新的事 就像我 我不喜欢去购物 我是一个很糟的购物者 虽然我不喜欢去购物,但是我喜欢购物的成果 有多少人喜欢的 当我们要移居的时候,我们说,我喜欢这个走动 因为我们要更大的 但是我不喜欢过程 跟你旁边的人说,是一块一体的,一体的,分不出来的 我不知道你,但是当她那时,她十四岁 很多事情都改变了 在当时她认识所有的华语的华文中餐 现在呢,就有这个导航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你写下几笔记 因为在我们生命当中会有改变的 我们需要导航 我们实时在寻找这个指向跟指标 让我们要走往哪里去 对以色列来说是同样的事情发生的 每次要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 他们不知道他们会往哪里去 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离开 但是他们有领导 跟你的邻居说,云彩正在移动 云彩正在移动 这时候呢,这个以色列人就知道说要开始收拾了,要离开了 这个云彩呢,是上帝神圣的彰显 它不是一个标志而已 是神的这个很确实的一个指引 带领他们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我们来看创世纪九章十三节 在这里呢,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云彩 神在云彩中放了这个彩虹 这个是一个标志,是上帝之约的标志 这个云彩呢,是神圣的彰显要在神 祂的人民的同在当中 当这个云彩在那里的时候 是确实的,是看得到的,是神啊,神圣的彰显 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十三章 为什么你没有打开你的圣经 出埃及十三章二十一节说 耶和华在他们前面行 日间 日间用云柱领他们的路 夜间用火柱光照他们 日间云柱,日夜间火柱 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 这个云彩呢 就是神实时地提醒他们 神与他们同在 带领着他们 这是很强大的一个想象 让我们看到这个真实 神的真理 看着神怎么样带领他们 这个神的同在的时候 是神始终的存在 早上跟黑夜 我们唱那个白天黑夜 同样的,我们看不到神 当他们看到这个云彩的时候 就是神啊,神圣的同在 同样的,你可以这样子来肯定 肯定神的指引还有神的同在 祂的同在是 那个始终都存在的 祂二十四小时都在你的情况的里面 在所有的状况里面 神与你同在 跟你的同在说 跟你的旁边人说 在一切的情况里面 好的时候也在不好的时候 跟我一起说 好的时候跟不好的时候 神始终与我们同在 这个云彩和火柱 给他们很仔细 很明确的方向 一些人起来说 今天我们要出发吗 要出发的话 往哪一个方向去 他们不知道 这个需要他们往上看 他们会往上看 我们往神来看 祂是我们的开始 也是我们的终极的信心 我们仰望看神 因为神知道 引领我们哪一个方向 我们看祂引领我们的方向 我们需要顺服的 就是那个云彩的带领 有时候他说 有时候他说 留下来 有时候是说 走吧 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这告诉我们说 仅跟上帝的指引 仅跟祂的指引 还有祂的时机 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随时我们可以留下来 我们也可以开始移动 你知道神吗 神没有说 我带领你会很容易 而且很方便 祂说我带领你 而且我会与你同在 这个就要激励你 它这样激励你的时候 那个地铁站 就在那里 你们被宠坏了 祂这么地爱你 祂把你宠坏了 你还可以在那里 去做购物 多么的方便 然后还可以吃午餐 跟你的邻居说 你被宠坏了 不是很激动的时候吗 你要被激励来相信 神的指引 我们有时候不能够看到 为什么 也不知道了解那个时间 还有那个处境 但是我们肯定就是 神与我们同在 神每次都是带我们 往前走的 不是往后退的 祂不叫我们 只是在那里停留着 祂叫我们要随之应变 我们要跟神来一起行动 我跟赵牧师说 这个关爱中心太小了 你要开始可以 但是你不能够 持续在这里停留 我记得我跟他说 两三年后 出去出去 去找一个更大的地方 去一个你可以增长的地方 真实是 你可能看不到 那个实体的云彩 但是你有神的话 你有圣灵 你有这群人在信心里面 与你同行 最重要的是 我们有神的应许 所以这个是挑战的时刻 你在被接受考验 你在被考验着 这个是考验的十天 我没有时间讲我的故事 但是我常常说 莎拉是从她的灰幕走出来的时候 她看 晚上看 然后她又跑回去 亚伯拉罕起来 起来 云彩在移动了 我在买新的窗帘 我在刚刚把孩子们安置在学校 亚伯拉罕 云彩在移动了 这时候不是要被动摇的时候 要专注于上帝的引领 在他的面前要有信心 松诚地跟随他的引领 这个时候不是埋怨的时候 但是是要赞美的人 欢乐的 神在带领着我们云彩在走着 这时候我们要收拾了 我们要去更激励的地方 有时候一些人就是 就住这么一晚而已 那个就会很被搅扰 有时候会在那里安居一年 但是神都在为他们 寻找那新的地方 祂也会为你做你的事 在你的生命里面 跟你的邻居说 神会在你的生命里面 做同样的事 不管是在你的工作上 在你的找新的职务上 或是一个提升 没有关系 神会带领你去得到祂的应许 神的应许绝对是在你的生命里面 也在这个教会里面 跟你的邻居说 现在是考验的时刻 是你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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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受考验的时刻 你会不会相信神 你有没有勇敢地相信 可能是会很不方便 但是它最终的结果 是会更好的 你要勇敢地踏出去来相信 上帝在你每个脚中中 与你同在 时时提醒你自己 上帝掌权 我们都讲了 如果神 从我们的舒适 踏出来 我们都不舒服的 但是我们要跟着 神的荣耀 我们要相信神的时间 还有神的道路 神不只是在好的时间 祂也在我们挑战的时间里面 带领我们 律圣堂之友 神在呼召你信靠祂 即使不明确或是很困难 相信祂 如果你不相信信靠祂 你会说神你是一个骗子 跟你的邻居说 不要这样子做 神不会寻求我们的时间 如果祂这样子做 我们大概说不要了 祂就告诉我们 我们要的是信靠祂 不管祂带领我们到哪里去 不管是多么的不方便 不管是要多余的奉献 多余的奉献 超支的奉献 这个额外的奉献 为什么需要额外的奉献 因为在这个关爱中心呢 这么多东西我们都拥有了设备 这些大荧幕 这个大荧幕 这个视频 你在坐的椅子 舒服吗 这里什么都有了 这里的设备 这些是你把它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东西 你当成理所当然的东西呢 现在我们必须花钱去买它 这个就变成是成为我们的 你们不再是婴孩了 是时候长大了 是时候为自己来负责责任 要记得神的承诺 希伯来书13章5下半节 上帝承诺 我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告诉你的邻居 是有意义的 有目的的 因为神在带领他们 从一个地点到一个地点 你在这个民宿记里读到 这个不只是信心的考验 这个也是顺服的考验 我们要学会顺从上帝的话 我们扎营 我们也差营 神要教导我们的就是 我们要对祂的这个带领 是敏锐的 听得到的 然后我们不会停留下来 我们要对神保持这个敏感 这样的话 我们遵从祂的旨意 在祂的时间里面 所以当这个云彩在移动的时候 我们更要祷告 神预备我这个行程 可能是长可能是短 但是神我们会战胜的 我们会去那里 那我看到是那个更大 我们会使它更大 你要警醒 要随时做好准备 在心智上 尤其是在这个财务上 有时候云彩停留一阵子 你有想到那种烦躁吗 当你不知道几时 要来收拾你的东西 我知道那种不确定性的那种 那种情绪 但是我不愿意看任何的移动 是带来的 是会有搅扰的 我选择看这个是一个时机 我要把握的时机 当我们这个三一在开始的时候 是在这个饭店的 在他的礼堂 那个他的经理来跟我说 两个星期你不会用这个礼堂 因为我们有婚礼 这是第一次他来跟我说 这个很不鼓励到我 我不可以这样子 来跟我的会众来说 我就叫我的领袖们一起 在两个星期内 我们不会在这里 我们要到另外一间旅馆去 我们要在那里充满那个地方 特别的聚会 特别的音乐 带你的朋友 然后祷告 在神的灵里面祷告 我把那负面的转成正面的 跟你的邻居说 神的计划永远都是正面的 不管我们怎样看待那个事情 也是一个成长的时间 在安静的时候 神给了这个伊色列人十诫 这个祭司的身份 还有这个会幕 祂给了他们这些计划 在你这里的时间 神给你们一起来凝聚 一起成长 一起加强小组 来加强领导 开始你们的这个事工 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的时间 来预备的 当以色列需要逃离埃及的时候 他们要很快地走 他们就要快快地打包 然后快快地收拾 当然虽然在那个环境里面 神为他们预备 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当你在那个地方 云彩停留的时候 并不代表神没有在做工 神在安静地做工 但是强大的是你看不到的 但是那个时刻要到了 神说你停留的太久了 足够了 你已经有足够去预备 一起加强了一个关系 现在是时候更上一层了 是一个新的季节 是一个新的地方来扩展 我看到的就是神在预备你们 更大的成长成熟 还有更大的信心 与神走在你的前面 因为神的计划永远都是更大的 现在那就是让神在你的生活里面 设定一层 为你的生命 教会 让祂决定这个未来 让祂指明祂为你选择的道路 在三一的早些日子 都是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 到一个地方 在三一的早些日子 有时候我们在这里几个月 有时候在这里几年 你要一次就是整理了 就要搬了 在当时呢 每个星期就是整理了 拆了又要整理 跟你的邻居说 我们是很容易的 你们只是需要在这里整理 移动一次 当时是每个星期天 要整理了 去了 拆了又要搬回去 就是搬来搬去 这是很困难的 但是在那些年 我们发展了更多的人 我们的树木增长了 我们在灵里也成长了 所以那时候是有搅扰的年 但是那些是荣耀的年 因为我们跟随着那云彩 有压力吗 但是神祝福我们 大大的祝福我们 所以我要跟你说 请听你 不要埋怨 不要把东西当成是理所当然的 神的祝福当成理所当然的 不要让你的心里来说 对神有负面的 神的时间 还有神的指令 记得神的爱 记得祂的应许 我们要在神的美好当中欢呼 谢谢祂的供应 现在是跟随神的云彩 给祂有那个新的供应给我们 虽然我是在讲教会 这个对你的生命也是真理 我们都喜欢一帆风顺 我们要都简单容易 我们要的是跟随着我们的时间表 但是神说你在你的生命里 是时候改变了 是时候你来信靠我了 更认识我 是时候从旧的这个信心 提升到新的信心了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或在教会里面 有时候我们的移动 是我们不喜欢的事 神这不是那个时间 神我不要新的工作 因为我在这个工作里很舒适 不是那个找新的学校的时候 神这个不是生病的时候 这个不方便 是还是不是 有时候我们是相反的 我们要问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这么久 为什么没有事情在发生着 什么东西都是一样一样的 为什么没有新的事 我们要改变 为什么这么久了还没有事情发生 为什么我们的祷告是延迟的 我们有时候看 东西没有改变 好像神没有在动 但是我要提醒你 神在积极地代替你来工作 你虽然看不见 但是他在工作 信靠神的云彩 他的明确的时间 不要把这个云彩当作是理所当然 他说的是 他与你同在 在你每个情况里面 所以我们要学习 关于云彩的经验 出埃及二十四章 这个云彩告诉我 代表着 神虽然是你看不到的 但是他一直都在 这些人都没有看见 但是摩西看到 是在这个云彩里面 摩西跟神 有这么亲密的关系 以致他的脸发亮了 所以要预备好 你们要预备好 有那跟与神那强大的相遇 要预备好 更深一层的神 在我们的心里面的动工 不是那个云彩 而是神自己走在你的前面 当神移动的时候 是有目的的 指引于你自己的挑战 你的工作或你的公司 在经历艰难的时刻 还是那些家庭 不是很顺的 或是你的孩子 也不是很好 或是你的情绪 被周遭的环境所影响 你觉得你被属灵攻击了 安定着 安定着 为什么 因为那在引领你的云彩 神可以换位置 每次这个法老 在追赶以色列人的时候 那个云彩原本走在前面的 因为现在背后 有这个危险 神的同在那个云彩 就走到 去到他们的后面 神调整他的位置 来遮盖你 来保护你 免受敌人的攻击 他转到我们的后面 是为了保护我们 存在你的前面 存在你的后面 存在你的旁边 神在你的里面 Hallelujah Hallelujah Tell your neighbor What do you have to fear 跟你的邻居说 你要惧怕什么呢 神与你同在 He shifts just for you 他调整他的位置 就只为了你 He says I will lead you in your situation 我会引导你在你的环境里面 I will lead you to a place of inheritance I will lead you to a place of inheritance I will lead you to a place of inheritance Hold steady Keep moving forward 安定着 一直往前走 It's like Jesus told His disciples Follow me 耶稣跟他的门徒说 跟随我 Don't run off doing your own thing 不要去做你自己的事 Don't follow your own human wisdom 不要走你自己人的一个智慧 That's why God wants to be in our life Ahead of us Leading us Directing us 所以神在我们的生命 走在我们前面 引领我们的道路 He doesn't always want to be lagging behind us Cleaning up our mess And damages Because we make reckless Headstrong decisions He不要只是在我们的背后 处理我们所犯的那些过错的结果 但是他要的是带领着我们 And notice this The same cloud That enveloped Moses Is the same cloud That transfigure The transfiguration of Jesus 这个相同的云彩 笼罩着摩西的云彩 跟耶稣显现的云彩 是一样的 And it was in that cloud That took Jesus back to heaven 也是在这个云彩里面 把耶稣接回到天上去 And it's on that cloud That Jesus will return 也是在这个云彩当中 耶稣将再临 God is in the cloud 神在云彩中 The cloud represents His spirit His presence in your life 这个云彩呢 代表着神的灵 祂永恒地同在 在你的生命里面 当你读到神的彰显 荣耀的彰显的时候 它要激励起你的一个渴慕 一个渴慕说 你要更深地认识神 I don't know if you've prayed like me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像我这样的祷告 But often I cry out and pray God show me your glory 像是我每次祷告神啊 让我看见你的荣耀 神你向我显现你自己 God I want to know you more 神我要更多地认识你 God that is God can only do that by moving in us 神能够这么做呢 只在我们里面来动 For the Israelites When they had to move Irse列人当他们需要 移动的时候 They needed donkeys 他们需要驴子 They needed carts 他们需要卡车 They had to lead the cows 他们要带他们的牛群 They had to chase the chickens Chickens They had to chase after the chickens Oh chickens 他们要赶着他们的那个鸡群 But today As we prepare to follow 但是今天当我们预备跟随神 We have to do it differently 我们要不同的方式来做 We don't need donkeys 我们不需要驴子 We need screens 我们需要大荧幕 We need LCDs 我们需要大荧幕 We need sound systems We need chairs to sit on Or maybe you can sit on the floor 或是你要坐在地上 You see This new place God is sending us 神带领我们这个新的地方 He needs to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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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is He going to supply it He要怎么样来供应呢 Through us 透过我们 Because when they left Israel I mean left Egypt They took with them Everything they needed 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 他们把所有的东西 跟着他们一起 但是当我们从这里离开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我们所需要的 从这里带走 我们现在把这个信心承诺卡拿出来 I want you to hold